在你們的印象裡,七龍珠的遊戲是不是一般都是對戰、格鬥類的遊戲? 但是我今天帶來了這款遊戲,它卻跟普通的龍珠遊戲不一樣 因為它是一款紅人遊戲,它是一款七龍珠賽車遊戲 是不是沒玩過?七龍珠居然還有賽車遊戲,一個個飛得那麼快,還開車呢 進入遊戲,就讓我們選擇幾個人玩,最多可以支持四個人玩 選擇後還要我們選擇一些我根本看不懂的東西 遊戲一共有八個角色可以選擇,當然角色是沒有屬性強弱之分的 不是,怎麼他們的嘴老喜歡動啊,感覺在說,快選我快選我 我這邊也是選擇了孫可顧就開始了,還有的選啊,又纏出了四個選項 分別是紅段代軍團盃、魔人盃,每個聯賽都會有四張不同的地圖 還有兩個就不介紹了,因為看不懂 開始遊戲,我是主持人小黃,首先我們看到龜仙人在悟空選手頭上轉了幾個圈 然後比賽開始,比賽採取的是倒敘賽 然後我們看到悟空很快就從第八名來到了第七名 然後他馬上就要吃到他的第一個道具了 啊?他居然巧妙地避開了他的第一個道具 悟空表示他想放水,讓對手一個道具 他這波想超勁道嗎?怎麼感覺?更慢了 悟空憑藉他出事的個人能力,如願地得到他的第一個道具 是一顆紫球 紫球的重要就是向前面的對手扔過去,炸飛他們 但是悟空選手這裡非常的仁慈,選擇炸空氣 他真的我哭死 很快悟空選手又得到了他的第二個道具 神龍 悟空選手直接召喚神龍 想讓神龍直接讓他得到冠軍 但是神龍覺得他在做夢 沒有滿足他的要求 選擇了讓其他所有對手都減速了 比賽繼續 悟空又得到了其他道具 一顆籃球 不是那個籃球啊 籃球的作用跟紫球好像沒什麼區別 悟空直接扔掉他 得到了三顆紫球 跟球過不去了是吧 悟空選手又撿到了道具 這次他得到了三顆籃球 最後悟空選手衝刺了 帶著他的三顆籃球 還有一隻大猩猩 通過了終點線 他得到了第一名 這怎麼可能 難道說一切都在悟空選手的計算之中 還是說這些人是真的菜 當然遊戲的道具還有很多種 比如異星柱的作用就是短暫的無敵 仙鬥在這裡是衝刺 然後還可以讓你聽到 卡皇開場白的作用 當得到仙鬥20顆的時候 就能無限衝刺 讓你無限聽到小黃的開場白 大猩猩在這裡就是讓地上扔出一個香蕉皮 最終 悟空選手在紅段代軍團盃最後一場比賽 取得了第三名的優秀成績 這比賽規則也是非常的 瀟灑 最後的頒獎 最後的頒獎居然只取最後一場的成績 得見三位選手 咚咚咚咚的跳上頒獎台 可以從三位選手的表情上看出來 他們 他們 至好不在意自己的成績是怎麼樣的 以便這樣 我們還是有請三位選手發表獲獎感言 第一名 比克選手 不給面子 行 第二名 克林選手 都啞巴是吧 第三名 悟空選手 你也裝高冷 我會說話嗎 你就讓我說 剛剛叫我學你的時候 你可不是這樣說的 世人總說 沒有人會記得第二名第三名 他們只會記得第一名 但是我想說 在這裡 會有人記住第二名跟第三名的 特別是第三名 因為那是我玩的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家 女生遊戲 我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 應該都玩過吧 女生遊戲在我印象裡 就是化妝 還有給模特換穿搭的那種遊戲 你要問我怎麼知道的 那肯定是小時候也好奇玩過了 剛剛說的化妝 裝棒類型 是女生遊戲裡 比較經典的兩個類型了 但是有一個名為阿蘇的女孩 居然獨佔女生遊戲裡的一個分類 甚至你在4399搜索阿蘇 都能找到357個相關遊戲 那麼她到底什麼來頭呢 請允許我為各位介紹一下她 阿蘇 是韓國遊戲裡的一個模擬人物 在韓國的影響力 不亞於日本的蠟筆小新 或者我們的喜洋江與非菜籃 通過Flash小遊戲這種跨國界的娛樂載體 阿蘇也被越來越多玩家所喜愛 肯定現在就有人說了 哇小孩你這麼了解呀 啊?我超著念的 這也是她為什麼能在女生遊戲裡佔一個類型的原因了 從我小時候就認識的她 那現在她的遊戲又發展得怎麼樣了 今天我就帶來幾款最新的阿蘇小遊戲 第一個 阿蘇主機拉麵H5 這是一款休閒遊戲 遊戲的目標卻不像它的名字一樣簡單 而需要我們把做好的拉麵賣出去 在規定的時間賣夠一萬米就算成功 一開始我還以為這遊戲非常的簡單 看了眼規則就直接開始了 一進遊戲 有一看有四個鍋 直接把所有鍋的水都滿上 您猜怎麼著 結果四個鍋全燒了 這不離譜嗎? 這鍋沒水就燒不壞 一有水還耐不過三秒啊 但是很快我就知道怎麼製作拉麵了 從一開始四個鍋燒壞 到只燒壞一個鍋 終於 我賣出了我的第一碗拉麵 居然被嫌棄了 但是還是收穫了我的第一桶金 不是 假設我做一碗是500米 那一萬米豈不是 要買20碗 這怎麼可能做得到啊 完了一會才發現 原來可以先下泡麵和調料 於是黃師傅苦練煮麵技術 再過了不知道多久後 他終於 他終於 終於放棄煮麵了 誰要能夠賣到一萬米 我真佩服他 第二個 中國分阿蘇 這個遊戲就是讓我們給人物選擇穿搭 給阿蘇換好髮型髮色 還有口紅色號巴拉巴拉一大堆厚 就是到了搭配衣服裙子的時候了 現在由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我搭的這身穿搭 走心衣服方面這裡是給我很多件的 但是我想起這遊戲叫中國風阿蘇 於是就給他挑了一件 中國風的衣服 裙子方面當然也是 然後在鞋子這方面 我有點小心機 挑了一雙跟他髮色相同的顏色 這樣就形成了 手尾呼應的效果 還有一條項鍊 項鍊的話就不多介紹了 就是隨便挑的一條 然後我們來到下一步 蛤?怎麼從哪裡奔出了個男模 還彈出了個盤子 盤子裡有很多小動物 這不會是我能養的吧 欸還真是 講道理不只能養一隻吧 不是你怎麼知道我喜歡養鳥啊 這別說女生喜歡玩了 是誰玩了不迷糊啊 最後阿蘇跟男模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這裡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畫面 是男模背著阿蘇 阿蘇手裡拿著男模送的氣球和蓮花 兩人非常的幸福 欸誰家好人送這個呀 欸你就說要不要吧 雖然偶爾會鬥嘴 但他們還養了一群小動物 有小獅子 小鳥 甚至還有幾條可以在陸地上生活的小魚 也是可以看出兩人是比較喜歡小鳥的 居然養了這麼多隻 第三個 叫阿蘇在哪 這遊戲就簡單了 也是個很經典的玩法了 就是要在箱子移動後 找到那個遊戲開始前指定的女生 這遊戲簡單啊 我都不需要用鼠標跟著就能找到 啊? 當然 到後面 這遊戲的難度會越來越高 箱子數量會變多 箱子的移動速度也變得更快 可那又怎麼樣 想當年我玩洛克王國 天天跟農場的稻草人玩爽 玩的就是這種遊戲 不過這遊戲滿分是100分 我第一次玩是得到了80分 不知道玩過這遊戲的你們 第一次玩是得到了幾分呢 總的來說 阿蘇這個系列的遊戲還是有很多好玩的 我這也只是列出幾個 這就不得不提到剛剛的世界名話了 如果這期視頻給你帶來了一絲絲快樂 那就給個三年吧 關注我那就再好不過了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了個吧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 今天也帶大家帶來一款巨牛X的 寶可夢同人遊戲 為什麼說大牛X呢 因為它直接還原了 動畫片小至26年的旅途 從真心鎮出發到最後打敗 當地成為冠軍 八個地區 905隻寶可夢 它就是 寶可夢 燃之志 一打開遊戲 我們就看到了大木博士 跟大木博士巴拉巴拉兩句後 我們變成生了 是個男孩 這裡非常的還原啊 甚至我們穿個睡衣就直接出發了 剛嚇我老媽就跟我說我遲到了 於是我家壞角度 來到了博士的家門口 就看到了小孟 小孟 小孟說她已經得到了最好的寶可夢 順便還問候了我幾句 然後她就直接 跳河了 然後我們找到了博士 那博士也說我們遲到了 雖然我遲到 其他的寶可夢也被別的訓練家選走了 但博士還是給我留了一隻寶可夢 皮卡丘 我跟皮卡丘確認過眼神 都是對的人 只見皮卡丘眾生疑遠 跳到了我的肩膀上 還順便給我換了套衣服 戴了個帽子 然後我便告別了博士 告別了老媽 離開了真心鎮 踏上了我的旅途 我才剛離開真心鎮 就遇到了鳳王 這遊戲甚至連小子遇到鳳王都復刻了 穿越了這片小森林 我們來到了長青市 在長青市的寶可夢中心 我們迎面遇到的 不是喬伊小姐 而是火箭隊 火箭隊說完他們的台詞後 就跟我們進行了對戰 不到五個回合 皮卡丘就直接把他們抬走了 繼續往前 來到了長青森林 在這裡我收復了兩隻寶可夢 一隻是綠毛蟲 一隻只是皮皮鳥 他們便是小隻收復的那兩隻 跟他們甚至不用進行對戰 直接就可以帶走他們 我真的咳死 出了長青森林 便來到了深灰市 然後我們馬上來挑戰小剛 這遊戲也是很講武德的 玩主有幾隻寶可夢 就只能帶幾隻對戰 多一隻都不行 這裡我的皮卡丘學會了二連踢 一隻直接打著對面一隻絆 一次就通過了深灰道館 當時小剛居然沒跟我們一起走 深灰道館後面就是華蘭道館 電客水很快我就羈絆了小霞 來到了寶可夢鄉 帶走了寶可夢鄉的妙蛙種子 在他旁邊還有一個不變之石 非常的貼心 後來我又在一個寶可夢中心的旁邊 遇見了那隻坐在石頭上 被人拋棄的小狗們 這裡也一樣下著雨 他也一樣怎麼都不願意跟我走 傻傻的在這裡等他的主人回來 不過最後我還是把他也收服了 然後又在一個小鎮遇到的捷尼龜軍團 又一次打敗了火箭隊 收復了傑尼龜軍團的老大 傑尼龜 又在海邊撿到了一隻大前蟹 就到了枯葉市 這遊戲道館使用的寶可夢都跟動畫裡一樣 枯葉道館的館主使用了一隻雷丘 他的雷丘在動畫裡非常的強 小隻也是打了兩次才打贏 但是他居然被我二次機的火恐龍一次就打過了 總的來說 這個遊戲可以說非常的還原動畫了 這期視頻也只是初內的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精神還不到關都地區的一半 如果喜歡看我玩這個遊戲 這個視頻點贊過三千 我就直接開坑好吧 那麼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掰了 嗚呼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呀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款在市場99上非常經典的BENTEN小遊戲 BENTEN 異能釋放 相信這款遊戲也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了 一打開遊戲 就看到小黃跟他的三個外星駭客在左邊 右邊只是三個反派 點擊Play 其實讓我們看了一小片段動畫 這個畫質有點好啊 然後再教我們如何操作 便開始遊戲 第一個來到的地方是一個倉庫 只見小黃變成笑天狼 就遇到了幾個拿著槍的人 這些人吧 你說他厲害 他手裡拿著槍 你說他不厲害吧 他拿著槍也不打你啊 甚至他的槍是用來近戰的 笑天狼在這裡的技能就是將敵人眩暈 然後技能朝滿了 就可以眩暈滿屏的敵人 隨後小班擊敗了一批又一批的敵人 遇到了第一關的BOSS 這玩家叫什麼還是啊 只見他手裡拿著根棍子 就朝我們走來 但是他也不喜歡用他的武器 反而喜歡看到一邊飛鏢的攻擊我 所以他很快就被我擊敗 又行我看了兩個片段後 我們來到了下一關 剛來到這裡我就解鎖了 第二個外型海客 大眼怪 大眼怪擁有遠程攻擊的能力 絕招更是能發出一條激光 這裡不僅有剛剛出現的敵人 更是有一些更強力的怪物 但他們根本攔不住小班 雖然小班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去哪 但往前走就對了 他很快就衝過了這裡 進入到了一個電梯裡面 電梯裡一樣有非常多的敵人在等著他 但都無一例外 被他斬於馬下 小班繼續向前 終於 他遇到了第二個boss 羅椒 雙方大打出手 打的是難解難分 但羅椒不同剛剛那個誰 他更是能跳到天上 進行鎖定攻擊 很快 小班的血量就見底了 難道說 我們的外星海客要敗了嗎 那怎麼可能 這才只是小班的第一條命 像這樣的命 他還有兩條 但是這羅椒也是個講究人 即便他只是逆死血 即便田小班還有兩條命 他也絲毫不慌 甚至 他就在原地看著小班變身 不是哥們你真不跑啊 你猜猜為什麼不慌 但是田小班還是小孩子 哪懂什麼武德 直接他變完聲就馬上補刀 不給羅椒一點機會 打敗完羅椒後又看了兩段動畫 來到了下一關 在這裡田小班又解鎖了另一個外星海客 四手霸王 四手霸王的技能就是往地上捶 造成強大的AOE傷害 這關的敵人也是遠強於之前的敵人 甚至他們還會分離的走位 非常有難場 但他們無非就是小班再花點時間 就能解決的敵人 於是小班擊敗了他們 來到了一處密室 這裡應該就是他們的老巢了 活不起眼 不久後 小班在這裡又遇到了那個誰 不是你怎麼還活著啊 身體都能復活 我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是祖爵 人家我也是 復活後的那個神 確實要比之前強出不少 但仍然不是小班的對手 擊敗他後 並沒有結束 小班繼續往前走 遇到了第三關的Pose 永恆魔王 崔斯克 崔斯克的氣場非常的強 但小班絲毫不畏懼 很快就將他打倒 同時自己損失了一條命 但是就在此時 被打倒的崔斯克 貌似被打倒的只是人力監禁 他變成了 奧特曼 巨大化後的崔斯克 變得強大無敵 利用他的雙拳 很快就讓小班陷入了苦戰 一條命 兩條命 小班只剩下最後一條命 此次崔斯克的雖然還有一半 留給小班的時間也不多了 但是小班不就是一個總給我們創造奇蹟的孩子嗎 只見他把崔斯克的意志都打爆了 也慢慢的升起了敵方的進攻節奏 可是 只剩兩秒 一秒 什麼 小班他絕殺了比賽 最終小班擊敗了崔斯克 帶著他的三個外星駭客 打敗了三個崩派 遊戲到這裡也就通關了 那麼你們還有好玩的Bending遊戲 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 喜歡這期視頻 不妨給個一陣三連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幫你幹嘛 植物大戰殭屍 啟動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黃 今天我要給你們帶來一款 賊牛X的植物大戰殭屍同仁遊戲 一般我們玩過的植物大戰殭屍 是不是都是五條路 九個格 最多就是勇斯模式有六條路 但是我今天帶來的這款遊戲 它不僅有九條路 而且每條路還有十二個格 甚至還能提前看到 每條路將是來了多少隻 那麼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遊戲 遊戲是沒有中文的 但是玩法上沒有區別 遊戲目前只有一關 能修用的只有八種 什麼 有人說只有一關 未免也太無聊了 哥們 你看看這一關有幾個旗子 開局是只有三路草地 隨著時間的推進 草地也越來越多 不過你別說 這殭屍是真人球啊 沒草地的地方 它是真不來啊 畫風也做出了改變 變得偏可愛了 只有也都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香日葵就不用我多說了 不過土豆雷是大加強哈 差不多殭屍從兩格的時間就探頭了 而且充能的CD 甚至比香日葵還快 一開始我覺得 這土豆雷也太超標了吧 到隨著後面殭屍越來越多 我就覺得 嗯 合理 還有豌豆射手 寒冰射手 雙發射手 這有雙發射手 所以還有豌豆啊 私人花我是用的比較少的 這裡面的堅果強被吃的聲音 像吃薯片一樣 嘎崩脆 殭屍方面 目前只有三種 普通殭屍 路障殭屍 還有鐵桶殭屍 這個遊戲 可以讓我們從傍晚一直戰鬥到晚上 這在我們平時玩過的蜘蛛蛋殭屍裡 可從沒體驗過 這直接讓你一關玩到爽了 而且玩到越後面 就越忙不過來 因為殭屍越來越多 我甚至懷疑他把發射幾十里的鐵桶都叫過來了 但好在 我在殭屍們發動最後一波攻勢之前 把我的陣容 都佈置好了 是一整把遊戲 我都忙著排兵固陣 因為有九條線 就算到最後你的陣容大體都佈置好了 也沒時間閒著 還得去給前線被吃掉的堅果強做補給 到了最後一波 他是最後幾十條旗幟的殭屍一起來的 第一次玩的時候 我還以為這裡出bug了 這個一大波殭屍正在來領怎麼彈了這麼多次 還一直在閃 直到我看到了殭屍的數量 我才知道 哥們你來真的啊 這以前我哪見過一次來這麼多殭屍啊 然後殭屍們大軍壓盡 我才想起來 這遊戲是有櫻桃炸彈的 看我一個櫻桃炸彈 哇 視覺盛宴 極致的享受 最後殭屍還是超級限 換掉了我一個小推車 這我強迫真犯了呀 今天 我必須一個小推車補掉 過了這關 然後後面我又玩了幾次 直接把我這一個月的植物大戰爭屍量都完了 終於 我終於一個小推車不掉 拿下了這關 這才叫通關嘛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這裡的彎豆射手也不是我剛剛說的那麼一文不知 它居然可以種在屋頂上 而且火力還不差 你指拿它打哪 啊 那麼這就是這個遊戲的大致內容了 遊戲目前只有一關 一開始玩會比較好玩 玩久了就會感覺有點膩了 畢竟一把風要20分鐘 相信作者後面還會更新更多的關卡 如果後面更新了其他關卡 我還會再出視頻的 所以你們就給個三連吧 我是臭小黃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那個吧